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是太极门的税务假案 那这个案子本身就是一个公权利的维尔克税 利用合法的手段来进行非法的抢夺 这是台湾这30年来最重大的税务的破坏案件 那也因此这个案件让我们很多学的专家深入去了解 然后也揭发了台湾很多在税务跟行政诉讼档的一些黑暗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救济程序是失效的 所以我也发现了在现有的救济程序里面会有万年税单的支撑 甚至你救济会长达超过20年甚至30年 那我们发现这个行政救济的程序当中 这些相关的权者机关其实他们是懂的 他们是知道的 事实真相他也了解的 那我非常怀疑他们就是运用这样的税务高墙跟司法高墙 磨掉当事人的心智 他的毅力包括钱财的耗损 让他无止尽耗损 这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权力的思想 内在的作为是偏差的 不是为民解决问题的 不是公平公正 来进行该有的司法救济 那这个系统在任何人碰到的时候 你可能都是同样的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那从这个角度 今天来跟大家报告两个论点 第一个叫失效的行政救济 就是成为合法的诈骗人民的工具 那我们从监察院在111年 曾经调查报告指出 这个万年税单 是侵害赋税人权的案件 他整个报告里面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这个当事者提起复杂跟诉论 之后呢 如果都输掉 那就要去提起诉讼 但诉讼的时候 在行政法院 99%都只是撤销 复杂决定或诉论决定 根本没有把原始税单撤销掉 当初我第一个发现 或听到学者专家指出这个问题 我非常的诧异 复杂决定或诉论决定 已经起到了原始税单 那打了官司 他只撤销复杂决定 原告他会指出 撤销复杂决定 及撤销原始税单 然后我们行政法院 总是只撤销到复杂决定 就是复杂决定就有个稻草人 这是非常奇怪的 我是觉得我们司法界 怎么会建立一个这样 在我评论上 这就是诈骗 那人民有问题 他就告诉你 你去救济啊 你去救济啊 问题他设计出来 救济是长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诈骗 那我们监察院 这样的调查报告 至今已经有两年了 我真的还没有看到 我们的行政院财政部 以及行政法院 有任何的进展 是在令人失望 透顶 第二项 第二点我来提的 就是行政法院 常年失职啊 并没有尽到其职责 保障人民的潜力 量成赋税人钱的灾难 不断的在发生 那台湾的问题在于 权力越大 责任越小 权力越大 问题越大 所以这是我长期观察出来的 其中还有三大高墙 进到民旨法治时代 这三大高墙 依然屹立不摇 而且坚实不可摧 第一个叫司法高墙 税务高墙 跟行政高墙 构成一手 侵害人民 一手层层保护体制高墙 所以人民为主的 国家储钱 或者是 这些工钱力 应该要保护人民 免受工钱的侵害 根本只是口号 行政诉讼法 第一条 行政诉讼是保障人民 权力 确保国家行使权力 是合法的 增进司法功能的动作 也就是 行政诉讼 就是第一个 要确保 这些工钱力 行使是合法 合法包括什么 程序要合法 包括证据 使用的法条 都要合法 那 行政诉讼法第四条 第二款提到 逾越权限 或滥用权力之行政诉讼 以为法论 我最喜欢这两条 那我检视整个 行政法院 根本就违背了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总指 反 单刚起 保护 税务官僚 让课税处论 免于被人民 起的胜诉 再来就是 从来没有看到 他们对 逾越权限 跟滥用权力之行政诉讼 以违法论 移送尘除 从来没有过 这是 我对 刚才这两个 万能岁单跟行政诉讼 我非常非常的感冒 那我们就去盘查了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五位法官 他在行政诉讼里面 历年来在法官的联资里面 税务诉讼 判决人民胜败的比例分析 这五位加总 判决 人民的败诉率高达98.4 所以代表 人民的胜诉率撤销 严处问税单 只有1.6% 那其他少部分的比例是什么 撤销严处问 令委 是法之处问 所以他原始罪难都还在 所以你打败 盗找人不是赢 所以这是台湾现在在行政诉讼里面 最严重的黑暗面 那其中我们盘查了 特别几出 一个林建文法官跟杨费分 这两个法官 这是比较年轻的 资历都在8年以内 他们判决人民的原始胜诉率只有 一个是2% 一个是0% 杨费分是0% 那如果他没有撤销严处问 我们就判读 这个叫人民败诉 所以杨费分败诉率是100% 他在3.5年内 人民都没有赢过 那林建文呢 只有三件人民是被撤销严处问 所以是98%人民败诉率 怎么国家会建立一个这样的体制 让人民去救济无门 劳民伤财 甚至这个里面可能会出人命 所以我觉得这些行政有权力的 公权力的人 你要范围思考 你不能够权力高高再三 这个数字已经显示 行政法院问题重重